当我们不断地对自己的孩子说 努力读书是他唯一的责任时 在越南胡志明市 两个十来岁的小朋友 却自小就扛起家计 在越南像他们一样 不满十五岁就开始工作的童工 估计有一百七十五万人 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一 因为工作而失学 这次我将和他们一起工作 体验他们对抗贫困的勇气与决心 一 二 三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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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 三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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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 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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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 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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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 三